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日的泰國化障 之前我看到一個留言 就是講 阿障 可不可以拍一下關於維修 關於維修的影片 那些難的呢 我就不太懂 它們比較高深的 但普通一般的 早知之前我有拍過這個就是關於風格 即是普通的Filder 即是你換黑油的時候都會換這個風格 所以現在我就拆了我的 這個是我的偶渣的殼 用來拿舊的出來 給大家看看 現在是這樣的顏色 我會用新的出來給大家看看 那就拿出來的 沒比較沒傷害 我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用了 行了大約10千至12千的風格 那我是建議每10千就換 因為它是負責光力 隔了那些灰塵 那些大粒的 那些微粒的 那些大粒的 所謂的 然後就把風格送進去給人專用 這個是新的 如果塞了的話 可能你的車會沒太多力 然後會吃一點點 所以我就 每10千我都會換的 其實很久以前我舊車我都有拍過這樣的影片 不過這個安裝是很簡單的 你只需要跟著你出來的時候 怎樣你用新的東西放回去就對了 然後 OK 接著我們就蓋上這個蓋子 OK 那這個哪裡買的呢 其實你在Shopi 也買到 其實這個是原裝的設計 是不是原裝的我就不會看了 但是我覺得OK 為什麼呢 你在逛了10千 它是有骯髒的 有骯髒的 就是證明它是有這個Filder的功能 怎樣知道有沒有Filder的功能呢 首先你看它上面入風的地方是不是骯髒的 然後後面它是不是白色乾淨的 好像這個就可以了 它後面是乾淨的 前面是很骯髒的 很多灰塵的 那就是證明它是有Filder到東西的 那這個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買便宜的呢 你也要make sure它是Filder到東西就可以了 要不然到時候它有太多灰塵進去 你引擎就會很快便宜 可能引擎的表現就不會那麼好 OK 換了這個是AirFilder 這個我們叫AirFilder 剛才我們剛剛換的 換了之後我們就換第二個 就是叫Cabin Filder Cabin Filder就是我們所謂的冷氣風格 就是安在車內的 就是隔了那些灰塵的 為什麼我要拍這個Video呢 因為之前我在我的直播有說到 我朋友的車有一股酸縮的味道 後來我幫它換Filder的時候 我發現它的Filder已經濕透了 而且是有水漬的Filder 很骯髒的 所以很厚的塵 所以我就想到 不如拍一個Video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Cabin Filder 跟AirFilder一樣 我都是每10千換的 所以客人上我的車 我沒有香精 但是客人會說 為什麼你的車的味道很特別 真的沒有味道 它沒有說香味 但是它是說霧味 如果他坐過很多Grab的車 他們發現他們的車有那種 汗淑味 是很臭的汗淑味 OK 那我的車是Alza 這個Filder的位置在哪裏呢 我的車是Alza 在司機位左手邊 這個Drawer 這個櫃桶裏面的 OK 首先我換 我會把這個椅子拉到最後 推到最後 然後打開這個Drawer 打開這個Drawer 打開這個Drawer 沒事 有很多東西 這裡有兩個凸出來的卡 是卡住這個Plastik 所以就可以這樣開閃開閃 所以如果你要拿出來 我是要把它推進來 這裡又推進來 所以你這樣把它拿出來 整個Cabin Filder 慢慢抽出來 不停在這裡 OK 很簡單 所以這個就是Cabin Filder的蓋 所以這個蓋 不同車的設計 我的是在這個位置 是Blow-Word上面的 然後 它這裡有一個Kick 所以這個Kick在後面 我只要用手指這樣 輕輕地推出來就可以了 這樣就開了它的蓋 這個就是舊的 舊的我也是用同一個款 這個叫Mask 然後有PM2.5 有Anti-Bacterial 為甚麼Anti-Bacterial 因為它是有Carbon的 我就比較喜歡用Carbon的 所以現在拿一個舊的出來 OK 所以我可能會看到 為甚麼有這麼多樹葉的 阿John 為甚麼車會有樹葉的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我時不時 我剛開始車之前 我會把那個 冷氣轉過來 外春環 就是這裡 所以你開到外春環 它就會融入 外面的風進你的車 或者我載完客 或者走路 我都有時都會開外春環 即是開一陣間 可能是兩分鐘 五分鐘 然後我轉回來 外春環 因為如果你一直開外春環 外面的風進來 如果有臭味 你會聞到的 如果你的通風 入風的地方 是有樹葉 它就會這樣 把它鎖進來 所以Filder很重要 如果沒有Filder 它吹出來 可能就會有樹葉 OK 所以我給大家看一看 舊的Filder 然後我再用新的來 和大家比較 就像剛才的Filder OK 所以我就拿了新舊出來 兩個其實是一樣的 只不過一個是用了十千 一個是新的 給大家看看新的 乾乾淨淨 然後後面 據說 它是有用卡斌 即是這個活性炭 我是用到不錯 而且不太貴 然後給你看舊的 所以你看到上面隔著的 其實灰色的就是灰塵 很多灰塵 很多灰塵 就是樹葉 有些方面 可能會跟你說 AIR Filder 和CAMI Filder 不用換的了 拿出來等一等 你吹一吹就行了 其實是不行的 其實是不行的 所以最好 你看看 如果灰塵 可以洗粒到這樣 它會把Filder的孔 塞死了 然後到最後是 所以就沒有了Filder的功能 CAMI Filder 和AIR Filder 都是一樣的 這個我就不可以示範 給你看 它後面乾不乾淨 因為 我都沒什麼看得出 因為它是黑色的 如果你用白色的Filder 可能你會看得出 我們不要再說比較 這個是舊的 看上去都沒有灰塵 這個是新的 顏色上 好像要深一點 應該是舊了的關係 我們來看看這個 但我這個好像淺色一點 看到青色 青色的 這個是完全看不到的 所以這個好像漂亮一點 但我是同一批買的 這個 沒所謂 這個我們放回去就可以了 放很簡單 剛才我們抽出來的時候 看到這個字樣是向外面的 我們跟著放回去就可以了 OK 所以現在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即是青色向上面 之後 這個蓋 我們把它放回去 這裡是兩個孔的 小小的孔 我們把它放進去 先把孔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你們大家都 第一 AIRFILDER 換了之後 的車有時候 動力都會好一點 因為我的服務 我是用20千的油 所以我每10千就換一次 然後這個冷氣風格 我是10千 10千就換了 所以我車內的空氣 你上我車沒有香精 但你完全沒有聞到臭味 所以不會聞到酸酥味 水味 因為FILDER發摩了 或者是積到太多灰塵 就會有怪味 所以我建議大家每10千就換了 這些錢不用省 因為很便宜 FILDER 真的很便宜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有甚麼可以留言給我知道 謝謝 拜拜